雲速前進 如果你們亂七八糟的時候 其實這樣也是對不準 但是要小心 不管怎麼樣 你用哪個方法都可以 那就是用你自己習慣的方法 它的方法很快 而且你只要飛得準 一沒有看到就是在上面 轉過來 因為反正正負誤差是兩公尺 正負誤差是兩公尺 所以其實不準你轉過來 也不會太誇張 也都可以 只是說眼睛看到你們會比較安心 它那個是很OK的 就是你要考量掉你只有三十分鐘 所以 這樣子整個流程 我再review一遍 第一個 三百六十度檢查 你們要記得喔 放的時候一定是屁股朝我 一定是屁股朝我放 一定是這樣放 OK 第一個是三百六十度檢查 抓著馬達 轉講看有沒有撈 老師我跟妳講一下 抱一下 其實三百六十檢查 就照一大個事實上 形式上 坐給他看就好了 喔什麼第一樣 還有他書 有表 檢查表 摸給他看一下就好了 就打勾了 摸給他看一下就好了 不用耗時間 喔 因為已經在算時間了 沒有 他不算時間 可是 你就照一大張 你就到他上面唸 摸什麼 給他看就好了 這樣就過去了 喔 其實是不用說 整個拿起來看有什麼沒有的 不用 因為他只知道說 你對著機器人 所有的嘗試 你了不了解 你懂不懂這些什麼 所以這是什麼機械 什麼機械而已 剛剛另外一位老師在考的時候 還問到說 他液體液體的規格 會 我們也是要去記的嗎 這個時候 在360度檢查之前 我就會先問你 喔 你在 你知道在 請問你這台機器是多大的 什麼 那就是 手距多少 然後 邏矩多少 獎益多少 狀況期間多少 那 不會弄時間多少 然後再來 你在平均是多少 因為每一台 每一台平均是不一樣 所以 所以 那個表格是你們自己填 沒有 那個表格是你們自己填的 那 至於大疆的資料 就從大疆公網去找就好了 那就是 你填什麼資料 你覺得回答什麼資料給他就好 這個是很簡單的 這個不是我們填 我們出的考題 不是他們出的考題啊 就是要看那時候你輸就對了 對 一句就不對 看你的知識 就是說你對他機器人了不了解 那你答案 你寫什麼給他 他就問你什麼答案 嗯 要照當詞 知道我們答案給他就可以 對 所以你們在填的時候 不用精確到零點幾 就是自己投備的數據 就好 那個分別一定要全正確 對 一公斤 你就 一公斤 你不要講 982 對 反正 念熟了你也知道了 不過那些都不是這種 那只是一個 讓你了解機器而已 對 第一個科目這樣子 那第二科目就是四面停旋 五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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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沒有問題 全姿態喔 全姿態 所以你要看我們這樣非常像很容易 你們等一下試看看就知道了 這是 這個 應該這樣講 我又漏掉了 我跟證一下 305度檢查完之後 回來是設定航線 航線設定完 但是 不執行 OK 然後再來才是四面停旋 四面停旋完之後 再來就是8 機頭朝前降飛 我剛降飛是不是都很清楚 我的飛行 沒問題嗎 OK 再來就是 繞四邊 先過去 回來這邊 馬上180度回來 再繞四邊 看著這個叫燈號四別 這個因為它是要夜間飛行 所以主要是看這個燈號四別 對 這個科目的用意 是要讓燈號四別飛行 OK 那一二三 前面就是共同科目 再來就是 專業科目 那剛剛 一開始不是執行過航線嗎 再來第一個就是 它叫你GOF 就是 就是做航線 那在做航線的時候 可能就會像老師說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問你一些緊急狀況出事 因為說短時間 它順序不見得會按照那個 它可能在這個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沒事嘛 就是盯著它看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像我剛卻答的 順 對不對不重要 順 要順 不外乎就是這些問題 電機壞了怎麼辦 扶船沒有了怎麼辦 大概就是這些 就是看姿態球回來 OK 這個完了之後 G1的專業科目 最後一個就是 FPP飛行 那這時候 為了不讓你偷看飛機 因為有的人降飛 那可能漁光瞄 所以它就會叫你轉過來 然後全部都是看FPP飛行 那用我的方式也可以 用正老師的方式也可以 反正就是透過這個 然後來飛四邊 飛完回來 這整個過程當中 三十分鐘之內要結束 所以分秒會爭 最好在一個電池之內玩完 不然的話 你再換電池 再啟動 它可能在連接的過程當中 也要再啟動 你說怎麼樣 所以 G1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問題 這是G1 這是G1 OK 我現在飛 G3 G3的最後一個科目 也是FPP飛行 我現在飛那個 全部斷倒了 後面 是經常的 任務 再發生 來 unite 到 來 當